调解员胡建宇认为 一份可持续的爱需要定位和边界 希望他们以爱为中心重新安排生活 为了帮助他们找回原来的轨道 搭建沟通的桥梁 调解员安排观察员廖喜玉和陈兴东 分别带着双方进入密室调解 刚才那个中国人一讲的问题 说到我们的公司和家庭生活和公务都分开 实际上我们就在调人那回四川区 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他把四川的事情管好 沟通了 不是 我说你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归牙 你在归牙 对 通常同时他也可以在那边 按照自己的就是理想 去按照他自己的一些公司构建 设计 目标 去做他的事情 每个月 超过五天一个星期 到归牙来看看我 针对让丈夫回四川的问题 李女士说出了内心的设想 观察员廖喜玉对此表示认可 但也提醒李女士 不要忽略丈夫的内心感受 因为这个男人 从他辞职到后来他在女人身边 他的自信心是反正需要的 让他有点自主权 让他把他的积极性给掉起来 那你就肯定是要有个规划 你比如说他在四川这边 他还吃饭是吧 我原来就是正来讲 我给他一万块钱 一个月 一个月 就是因为资金我不懂 他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密室里 观察员廖喜玉与李女士 极其沟通疏导 而密室外 王先生耐心地听着观察员的劝解 也时不时地吐露自己的心声 就是生意上的事情 你说感情之间 有没有工作上的因素 确实也有 我们建工厂这边四川 投资了有差不多 一千多两千万进去 贵阳公司的这个账务 已经把公司进行抽空了 我辞职那年到公司去 是最困难的那几年 但是就那年 每年我们都还一百多万 我们把银行的私人积带 几乎都还完了 这点他也看不到 我们没有说是 彼此之间的付出 相互相互相互有种鼓励 他都没有 没有表达 对 他可能觉得 很正常 他是不善表达 还是认为这是你 就是应该的 他在家里家里 强势应该的 你是一个很需要得到肯定的人 鼓励 相互鼓励很重要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协调之后 观察员廖喜玉 带来了李女士那边的想法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希望你能把谁从那边换好 他每个月拿出一万块钱 这一万块钱终于就是 生活开支也好 留发钱 他不不好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那边待几天 你可以回到贵阳来 看看孩子 陪陪他 他也可以出雾去看看你 想法是一样的吧 你愿不愿意单独来做个沟通 可以可以 那没问题 为了让双方真正能体会到 有效沟通的快乐 观察员廖喜玉 把王先生拉进密序 让他与妻子李女婿 面对面坐下来 告诉他老公 来 这么多年 试试怎么怎么样 也表示一下自己有些事情 可能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对不对 首先说自己 来 注意沟通 学费沟通 看着他说话 说心里话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真的希望还是 我们要过心里肥一点 可能过去当时有点惑虑了 你的感受 你心里的落差 你心里面的想法 实际上我也是知道的 可能我做得不够好 让你体会不到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生活上面我们相互多理解 多沟通 多化为思考 就是你独自安德 你独自安德 说完了以后 你要针究小达 你就问他老公 可以吗 你的头看着他 独自的 对对 按照你的自己的思路 带着笑领 视传公司 按照你的模式 经营管理好 我也把各样的事情 投讯女一女 每个月也凑个个把信息 老家陪陪你和孩子 来 说完了以后 就听他的老公 我有这个想法 你有什么意思吗 这叫尊求 这叫平等的交流 你有什么想法 来 告诉他 对 如果说 在不分心的前提下 做任何分工 我都很乐意配合 谢谢老公 观察员廖喜玉 手把手 教李女士 如何表达 如何沟通 经过观察员廖喜玉 耐心地教导 密室里出现了这样一幕 那么密室结果如何呢 他们找到了有效沟通 密室结束之后 两位脸上都有了笑容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是听听 对方心里的话吧 好不好 胡老师说了一句话 说得很好 绿叶和根的起义 下一步我就调整好 自己的角色和状态 做好这片绿叶 不要在空中飘 让它落地 进入土壤和根汇合 我觉得今天我们到 就是进吧条件来 没有白来 我觉得跟廖姨聊了之后呢 这么多老师讲了这么多 我也会以后学着 多跟老公沟通 都听听她的意见 尊重下她的想法 然后呢 我还希望说 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希望根和叶永远不分离 今天我们把毛阿敏的旋律 请到了现场 让我们愉快地去感受一下 怎么样大家在一棵树上 快乐地生活 那我们请陈兴东老师 为大家献上 上一段这个 绿叶对根的情谊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意做你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意做你 我是你的一片绿叶 我的根在你的土地 春风中告别了你 今天这方明天哪里 这是绿叶对根的情谊 在观察员陈兴东的歌声中 我们即将结束今天这场调节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过日子 看到深情拥抱的这两个人 调解员胡建云决定 送他们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种美好的感觉 就像吃了江中牌 五三菊作片 酸酸甜甜的 鲜酸后甜的 其实夫妻之间 很容易因为沟通不畅 失去对彼此的认同 而没有认同感的夫妻 如水与火 无法相容 会失去信任 理解 默契 关系越来越差 希望王先生和李女婿 能痛定思痛 回去之后 能相互关心体贴 彼此搀扶 汇集两个人的智慧和力量 携手共计 让爱延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